2023第三十一屆U18世界青棒锦标赛 开幕战由中华队跟澳洲打投阵 双方在这层赛就有过交手记录 当时刚来到台湾的澳洲 单场出现六次失误 让中华队在当时以无比二手下胜利 而来到正赛代鼠军团状态明显有所回稳 并在前发投手火球男Aden Bet 前面三局一分未失两次三振的表现下 是有效封锁台湾好手的打线 但同样的咱们的前发投手孙一蕾 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 前面四局投球一分未失 把代鼠军团压制得服服帖帖 并且在四局下半 顺利迎来了队友火力支援 在两出局后陈木涵阴言启动 选到保送 再靠着柯敬贤一记相当刁钻 越过对方投手投顶的内野安打 把队友送上得分位置 而随后上场打击的李迅杰 也把握这次建功机会 一棒扫穿三有防区 虽然位置不算深远 但二蕾上的陈木涵一高人胆大 连冲两个蕾包回到本蕾 替中华队率先打破鸭蛋 一比零领先澳洲 而这次得分除了中华队戏息大振以外 澳洲似乎也有些乱了手脚 心态有所动摇 因为在关键的六局下半 他们不但先后保送了林家伟还有王念浩 后续外野手处理陈木恒这颗右外野飞球时 更是发生严重失误 让中华队再添加一分保险分 而后续上阵的柯敬贤 看到代鼠军团有些病狂马乱 也是把握机会 扫出左外野方向成功落地的二里安打 一口气帮助球队带着三分的领先进入到七局上半 而上场关门的不是别人 就是先发上阵的孙毅雷 在队友比赛中后段活力抑住的情况下 是越投越有信心 全场七局狂飙八次三阵 并且把澳洲打线封锁到只有两只安打进仗 七局上半更是三上三下赶尽力弱 用玩头玩风的表现帮助中华队 中场三比零击败澳洲 抢下U18轻棒的开门红 来提台综合报导